下午4点呢又出了一个挑战赛叫做兵分盛宴粉刷叫女王挑战OK不管挑战有多难我们都以最简单的方式把它通关 这个挑战呢主要是让我们的女王去天女滑布刚好他这个皮肤啊就是不会走路了只会滑行我们在上面下一组天女之后呢 我们这边用三个小野蛮人把这里的幽灵陷阱给探出来 对这是我第一次见的陷阱啊 以往都是骷髅陷阱现在变成幽灵陷阱 但不要欢他走到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下一个投石车去爆本 然后这边现身之后我们给一个毒药 因为他非常的脆丢了毒之后呢我们女王一箭一个 然后在这边一个气球把两颗黑雷探出来 然后下一条雷龙在法师塔这里啊 当然不管他锁的是那个工程训练营还是上面的箭塔 反正就是商下把这边的所有的建筑带走 然后我们上面呢就可以直接滑大部队了 对火龙气球龙骑这边全部下在上面 对女王他会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进去直到这边打一个多头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交一个狂暴 然后呢要有一个操杂去开墙 你不用怕女王从外面不进来啊 他这个阵型是设定好的了啊 百分百会进来的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需要交一发狂暴 然后一个冰冻啊冰冻冻住这边的电塔群还有对面的女王 然后再丢一个操杂呢给我们女王开路 火龙呢主要把后面的插弩电塔鸟炮什么的全部打掉就OK了 这把呢主要玩的是天女 天女能活下来的话呢基本是可以打三星的 反正我们要记住手上就要留一个冰冻就对了 对这边黑油塔输出有点高啊 那能让我们的龙再多打一点就多打一点 手上留这个冰冻呢主要是留到等一下最后一副 然后女王这边的话呢再给他一个狂暴把这个黑油塔给打掉 这个黑油塔这一片区域全部打掉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的投资车就可以手动点掉去打掉右边这个格子 然后这边王林啊小单位可以后面先收尾了 对这边判子可以再砍一下 好打掉这个矮剑塔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手动点掉 然后冰冻冻一下这个多头还有这个防空三个超级气球呢就会冲出去 这个龙袭呢也会把这个多头给打掉 这次的挑战赛呢对门星来说呢还是有点难度的 但是你按照这个路线走的话呢是百分之百可以通关的 如果还是过不去的话呢多看几遍就可以了 喜欢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关注我后面有出不会打的挑战呢 我都会第一时间出教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上拜拜